歡迎收看 庶民大頭家運教來賓 第一位是新北市議員葉元之 元一好 大家好 台北市議員尤淑慧 哈囉 大家晚安 安利力量副執行長毛嘉慶 元一好 各位觀眾好 以及OpenKMT的副執行長鄭兆欣 大家好 稍後在苗栗奇異的現場 我們會連線給高雄歷史哥 帶給我們現場的最新消息 謝謝歷史哥 韓國瑜的傾聽之旅 下午來到了屏東 顏埔的朝鳳宮 所到之處人潮眾多 朝鳳宮供奉的是美中媽祖 創建於清道光年間 是在地信仰中心 是屬於屏東的第一選區 上一次的總統大選 蔡英文在這裡拿到了顏埔 64.19個百分點 8844票 不過今天韓國瑜出現 還是吸引了大批的支持者道場 還有人趁機陳情 韓國瑜也是耐心的傾聽 不過今天傳出了一個震撼的消息 也就是呢 如果要投完之後 有可能的話 我立刻會去美國拜託 AIT主席莫建在今天拜會了 高雄市長韓國瑜 不過韓國瑜當面告知 不會訪問美國 我們想請教一下趙新 因為先前對於這個 到底要不要訪美 其實就已經蠻多的討論了 在今天塵埃落定 是確定不去了 這當中是如何有 這樣的一個決定 可不可以告訴大家 所以第一個就是說 選戰確實剩不到90天 80幾天 緊鑼密鼓 那麼在所有的行程跟台灣 我們就是說中華民國 我們自己這邊 很多選戰的鋪陳跟規劃 也確實要以這邊為主 那麼另外與美方的管道 不像以前我們講說 有一個可能不一定有那麼暢通 或者是被民進黨 故意用很多的耳語 又說是假新聞 又說什麼 然後把國民黨形容 這是好像妖魔化 到後來發現美國 現在可能發現說 國民黨跟他們想的不一樣 而且這樣的管道 也是非常的暢通的 所以也不一定說 在這個時候一定要去美國 你說跟那邊的官員倒不是 但是去美國 其實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 就是說僑胞很期待 見到韓市長 他們就是說 覺得看到他很振奮 但是現在就是說 用另外一種方式 就是說加芬姐 其實他也答應了要去美國 包括在今年的8月 還有今年的 我們講說10月的時候 包括江啟成委員 陳一鳴委員 其實他們都有到東西兩岸 去跟僑胞做大規模的接觸 所以我認為 讓韓市長留在國內 專心的在選戰上面 做各種的鋪陳 專心的去傾聽基層 那麼加芬姐到國外 跟僑胞做積極的互動 其實做這樣子的分工 我覺得是一個滿好的安排 不過雖然如此 我們可以看到 在今天AIT主席莫健 是親自到了高雄 來拜訪市長韓國瑜原知 在上一次其實AIT對於選情 是有一點誤判對不對 所以這一次特別去拜會 拜會韓國瑜 應該怎麼樣來解讀 我覺得當然 因為他AIT這個主席 他來美國 來台灣 然後見蔡英文 然後也見了韓國瑜 之前大家一直在講說 韓國瑜要去美國 其實我們內部一直評估 就是說沒有確定 就是一直有兩種說法 能夠去美國當然非常好 因為去美國 然後也可以用出口轉內銷 很多選舉策略都是這樣 像民進黨最會玩這一招 因為你只要去了美國 然後接受高格格的對待 然後很多畫面傳回台灣 就營造一個總統的高度 所以其實真的是很想去 但是為什麼後來決定不去 因為一去就要兩個星期 剛剛趙欣也有講 現在只剩八十幾天 如果去兩星期 其實佔掉非常多的行程 韓國瑜他現在是一步一腳印 走路基層 預計環島可能還有兩三次以上 像大家現在看他現在走路基層 現在光屏東 就安排了很多行程 裡面也有很多拜廟 很多人講說 你怎麼又安插那麼多拜廟 因為沒辦法 你到一個地方 很多人就會塞行程過來 然後你每個行程都壓縮 然後甚至於說 到一個地方辦座談 像肯定因為很多觀光業者 跟觀光業者座談 觀光業者會初步提出他們的看法 好比說有人會認為說 一例一休 已經不合時宜 要壓縮勞工的工作的工時 也讓企業經營彈性變小 韓國瑜初步回應之後 要把這個訊息帶回去 跟國政顧問團討論 接下來也是要利用適當的機會 去回應大家 所以真的是 行程真的是時間不夠 所以這只好做一個取捨 就是把這兩個 兩個禮拜的時間把它省下來 在國內跑行程 但是對美的態度 其實我們也用透過很多方式 在表達 不管是韓國瑜公開的表達 或者是 其實我們團隊也有一些 以前負責國安的人員 也有到美國去 也做了初步的溝通 剛剛趙欣有講到 像江啟成 陳一鳴 也去美國 也表達了一些善意以及溝通 還有國政顧問團的人 黃介正 陳永康 也都有去過 賣將軍都已經去過了 更早之前像朱立倫 朱立倫去美國 那時候也有幫韓國瑜 去跟美方溝通 也帶回來一個很重要的消息 就是說美方明確的表達說 美國不是說只對民進黨好 美國是跟台灣好 所以今天不管是誰執政 民進黨執政也好 國民黨執政也好 美國都會跟台灣 維持一個好的關係 所以民進黨一直在操作說 是民進黨的執政 才讓美台關係充錢 空錢的好 其實不是 國民黨執政也是一樣 有昨天的消息說 拔蠟賣到美國去了 對 其實是誰執政 我覺得都一樣 搞不好國民黨執政會更好 所以我覺得 因為大家都有在穿梭 然後時間的考量 所以就決定不去 但是不管怎麼說 我們可以看到其實 墨劍這一次是兩邊都有去拜會 可見是沒有所謂的押寶的問題 不過我們可以看到 韓國瑜他在昨天 到了請盯地理的第一站 屏東就已經對蔡總統 開了三槍 包括了他說會主動廢除 怨聲載道的一例一休 包括了他認為高鐵難言 現在的規劃是盲長線 要歸零思考 以及要檢討漁業三法 我們不能夠讓選舉道 用中央政府的資源下來做一條 像盲長一樣盲長線的高鐵線 這是不對的 當初高鐵規劃的好好的 要進入高雄市的火車站 又要沿到屏東火車站 然後到潮州 這個案就是因為政黨輪替 國民黨的毛治國交通部長 跟葉光石把它歸零的 鐵路地下化是不是就加一個軌道 預留未來高鐵 可以進入高雄車站 可是這個就是很臨時突然提出來的 而且這個鐵路地下化工程 已經開始進行了 二十多年來的一再的選舉 被民進黨一再的騙票 我相信這次是無效的 好 您可以看到雙方的交鋒 其實是相當的激烈 不過韓國瑜說 認為目前的規劃 到這個屏東的六塊錯 其實真的是經濟效益非常的差 因為每天只服務不到4000名旅客 但是卻要花500多億元 可以說是30年都不可能回本了 所以他當選之後 他會把這個盲腸線是直接歸零 來重新評估 不過當然蘇貞翔你聽到 也是罵得非常的難聽 遠之 對 我覺得 我們看到蘇貞翔這個嘴臉 我都覺得很難過 為什麼 因為其實韓國瑜 這是一個公共政策的討論 他今天進到 他到了屏東的潮州 很多人跟他建議說 其實南部的交通 有很多方式可以解決 比如說高速公路很雄澀 比如說橋樑很老舊 即便是高鐵要難移 也有很多難移法 你到底要進到潮州 要不要進到高雄火車站 其實很多專家跟民眾 都有不同的意見 可是我覺得很遺憾就是說 每一次蘇貞昌只要逢寒就必反 就要把它變成口水的操作 像蘇貞昌講說什麼 韓國瑜講說 假設高鐵南移 只有到六塊處的話 是一個盲腸線 他的意思是什麼 他意思是說 不要把高鐵效益變得那麼低 我們要做就要做好 可是蘇貞昌就說 你看他說盲腸線 難道屏東線是盲腸線嗎 線式的線 平東是盲腸線 你這就是給他扣帽子嗎 假設今天如果按照潮州人的想法 高鐵移到潮州 難道潮州不在屏東嗎 移到潮州也是在屏東 所以你這樣的質疑 簡直就是莫名其妙 就是扣帽子 然後再來還有就是他講說 什麼不負責任的市長 提出不負責任的政見 還是候選人 如果你要用這種人身攻擊的方法 來打選戰 我也要問蘇貞昌 你說謊是最有名的 就是你在2010年當年 為了要跟蔡英文去競爭 總統候選的門票 率先在保安宮宣布說 你不參加第三次新北市長的選舉 你講的理由是說 效法華盛頓 因為華盛頓能選第三任而不選 你要效法這種民主典範 你也要做這樣的事情 好 好偉大 結果你去年有沒有選新北市長 你在保安宮前面欺騙神明 所以全台灣說實在的講話 最不可信就是你蘇貞昌 你現在做行政院長 我們可以講說 有這麼說話不可信 騙神明的院長 所戳出來的政策 都是騙神明的嗎 這就是一種人身攻擊的方式 然後蘇貞昌自己家裡面 掉180萬不敢報案 視金錢如糞土 對於180萬的錢金錢來源 也反反復復 講不清楚 難怪他現在的政策 都是用大傻幣的 這邊花一點 這邊花一點 高鐵難移 花了五六百億 結果旅客寮寮無幾 為什麼 因為這不是他的錢 這是納稅人的錢 他自己的錢都不在乎了 納稅人的錢更不在乎 所以我希望 我覺得韓國瑜 他現在一步一腳印 去了解基層的意見 是非常正確的 我們不能夠訂定一個政策 是不符合民眾需求的 可是當我們把民眾需求 提出來之後 卻得到行政院這樣傲慢的回覆 我覺得大家應該好好看看 蘇貞昌這種嘴臉 其實國家這樣重大的 建設的政策支票 怎麼好像看起來是編得很重的 很奇怪 我們想請教一下淑慧 因為有另外一個案子 是陶基的第三行下 三度流標 原本說2020要完工 到現在還在延宕 而且這個第三行下 其實蔡政府當時 只編了700多億的預算 對照這個高鐵難移 就可以編500多億 是不是有點怪這數字 我們還是先回到 高鐵難延這件事 大家如果有興趣 去把Google地圖打開來看 假設這是一個屏東 有這麼長 屏東南北長 有112公里 大家知不知道那一條線 只沿到屏東 只進去屏東大概8 9公里而已 只進去屏東8 9公里 然後那個屏東站 高鐵站 到墾丁最多觀光客的地方 還有95公里 這樣的線不是盲長線 不是安慰線 是什麼呢 對屏東縣民來說 我們根本就看不到高鐵 90幾公里沿路的屏東縣 都不會有這個高鐵 只有跨過高雄市跟屏東縣 的交接8公里 就這麼一條短線而已 大家知不知道屏東市 只有20萬人口 可是整個屏東縣有83.9萬 所以這一條線 對於屏東縣民來說 根本看不到也吃不到 所以這不是一條 就是真的難言到屏東 解決所有屏東人 甚至是更後面的 不管是墾丁的觀光人潮 毫無幫助 可是這樣一條線 只為了民進黨的選舉需要 就要花500多億 剛剛講的淘積三行下 這個難產的案子 這就更扯了 大家都知道 我們政府在招這種 國際設計標的時候 我們招標的過程 就會告訴建築師說 我可以未來的工程預算是多少 是700億 是800億 我會先告訴你 建築師會按照這一個框架 去設計出來 結果到時也是出了什麼問題 花了高額的設計費 設計一個東西說 不好意思 好貴 我們蓋不出來 可不可以再簡化一下 你幹嘛要開國際標 你幹嘛要花這麼昂貴的設計費 去請英國的設計師來設計 結果這個圖是什麼樣 是放在交通部長 是讓林佳龍看說 好漂亮 好漂亮 不過我們蓋不出來 是這樣嗎 所以這整個錯誤的政策 人家一直一直說 錯誤的政策比貪污更可怕 大家知不知道 高鐵難延不是500多億的問題而已 整個興建期 物價不斷的上漲 預算不斷的追加 在後面還有折舊跟營運的費用 台灣 全台灣 財務最健全的軌道建設 就是台北捷運 可是即便台北捷運 從文湖縣之後到現在 每一條線都是虧錢的 為什麼 因為台灣的軌道建設 已經超出人口的需求了 今天如果蘇貞昌院長說 國人應該享有一致的待遇 不好意思 那高鐵插一條線到南投去 不好意思 高鐵要環島 我們宜蘭 我們基隆都要高鐵 基隆人口也不少 台灣頭 是不是高鐵要環島一下 那還叫高鐵嗎 所以我覺得 真的不要在選舉的時候 拿人民的鈔票 來換你民進黨的選票 但我們也可以從這幾個 重大的建設當中看到一件事情 良刃交通部長吳鴻蒙林佳龍 是哪裡人 再來淘基的這些叫做桃園幫 這個造型怎麼看 沒有錯 桃園幫說是桃園幫 但是他們之所以為桃園幫 是因為他們在桃園的時候 吸桃園的血 一旦有機會到台北的話 就完全忘記了 應該要回饋給桃園 所以改到中央 去吸全國民眾的血 所以變成這個樣子的話 我們就來看 真正可以增加台灣競爭力 可以幫助人民的 重要的機場建設 我們看到是延宕連點 如果你有這樣一個本事 可以編列特別預算 做這些事情 做一件被大家質疑 到底效果好不好的事情 但是卻針對一個擺明的 就是台灣急需的 我們講說空運中心 一個HUB 一個這麼重要的 一個急需土納量的 我們講說桃園機場計畫 可以做事不管的話 很簡單 連國政施政的輕重緩急 還有民眾需求的優先順序 你都搞不懂 這個國家的政府的執政能力 以及他心裡面想的 都只是選舉 你根本就不知道怎麼治國 這才是民黨政府最大的問題 你沒有心 結果我們在講 我們這個節目叫庶民大頭家 可是今天看到蘇貞昌 這樣的一個嘴臉叫什麼 叫曾昌大頭家 他覺得他自己才是頭家 你知道嗎 民眾的意見不太重要 韓國瑜之所以為什麼會講這個話 我跟你講這個蘇貞昌就覺得 只要是韓國瑜講就是錯的 但是韓國瑜為什麼講這個話 源氏剛剛講得很清楚 因為韓國瑜勤跑基層 基層跟他反映說 這條線就是盲長線 他反映了人民的聲音 蘇貞昌說他胡說八道 蘇貞昌說他不負責任 請問你是在說人民不負責任嗎 他轉達人民的聲音了 然後你說他胡說八道 那你就是在說人民胡說八道 你不把人民的體驗當回事 坦白講我還真的去問了 一些屏東的鄉親 屏東要的是什麼 屏東要的第一個 是一個安全的 或者是快速的 便捷的到哪裡的路 到高雄的路 我現在到高雄都不太方便了 你告訴我要怎麼去高雄 是優先順序 高鐵是什麼 高鐵也是長途通勤 我要去台北 坦白講屏東人會覺得很奇怪 我最需要的是每天到高雄 然後到台北 我從高雄到台北 你都沒有辦法解決 我到高雄的問題了 你跟我講說這條線 我到台北好棒棒 然後第二個 它為什麼是防長線 真正需要的是什麼 我們來看潮州線 第一個就講潮州也在屏東 潮州才是真正的重鎮 那你今天如果要開發的話 像高鐵南港站 你背後一定會有一個 區域開發計畫 就是說我南港後面 有一個南軟園區 所以還有南港展覽館 所以我要做策展 我要做產業園區 我這個需求性 有一個整體開發 所以我在南港設站 你告訴我在屏東達地處 設站的意義是什麼 是6塊處科技軟體園區 還是6塊處國際空運轉型中心 什麼都沒有 就是南軟園也不會變成7塊處 那就變成說潮州怎麼樣 如果我設在潮州 對於屏東的鄉親 我除了去高鐵站 我除了去台北 我要出國還可以去小港機場 你現在把這個圖給我們看 你南軟園你到高鐵左營站 再到腳桿機場 這順路嗎 一點功用都沒有 所以我講什麼 就是沒能耐 就只好隨便亂給交代 他只是給交代告訴民眾說 我們屏東就是有一條線 可是這條線有沒有用 他不敢講 就是照顧我們的潘孟安縣長的意思 沒錯 就是一個非常草率的做法 真的要蓋就蓋一個 真正能夠幫到屏東鄉親的 我們不要假線 我們要徵線 除了這個高鐵難營的問題之外 那麼韓國瑜主動挑戰 這個一粒一休 我們也帶你一塊來回顧 咱們過去政府對於勞工政策 是什麼樣的態度 那現在的平均總金資是多少 四萬八千多塊錢 有根據可以跟資方 距離要求 你這給的薪水太低了 你這給的薪水太低了 薪水太低了 所以我們真的需要 你這給的薪水太低了 那你先說我說 因為你老闆說嘛 台灣就這樣 這個勞方都不只能跟資方說 就是來跟賞民道理 你沒有聽到 外面勞工人的那海嗎 那我都出一代了啦 那個都是上出一代的 你也在一代的 你人看一眼就在那邊 還上出一代 那兩個人有接頭都不是這樣 那你再主下外面的勞工 那你再主下外面的勞工 那你再主下外面的 你不要汙蔑我們的勞工朋友 誰汙蔑您啊 我說你在汙蔑勞工朋友 沒有說你在汙蔑人 你剛剛就在說什麼 好 外面勞工的抗議 都是在放錄音帶 嘉慶 你看 韓國瑜現在說 因為一粒一休怨聲載道 所以要來重新的檢討 包括了民進黨 和蔡英文總統的競選辦公室 都說好像撿到槍了 大罵韓國瑜 要沒收大家的週休二日 是這樣嗎 一粒一休 本來就是一個很滑稽的政策 蔡英文的競選政見裡面 二立就實質週休二日 是他很重要的一個競選政見 當初還在勞資雙方演變過 他要走文青峰 要玩自己是小左派 就完成走資派 這是很滑稽的一個事情 那我簡單的回應一下 剛才我聽大家在講高鐵 欺負潮州人 潮州人都怒了 都變成潮州怒漢了 所以閻區那邊有什麼好處 大家自己想 為什麼不去潮州 因為可能那裡跟他們 鎖定的target不一樣 簡單這樣講 選前他可以沒有環評 沒有吐測 沒有營運模式 一個行政院長完全 大權獨攬的告訴你說 線要往那邊開 這就是有問題 這就是濫權 這就是有獨職的嫌疑 我怎麼去懷疑 他背後沒有利益輸送 選前喊500多億 背後多少 建商黨在後面虎視眈眈 大人 你們女兒 如果要選立委多少 我們大家怎麼 這種事情會不會發生 你告訴我沒有 蘇貞昌你第一天出來混 我不是 我不信 簡單的講就是這樣 潮州朋友 我跟你們一樣 我們都變潮州怒漢了 再回來講一粒一休 一粒一休更有趣 一粒一休是2016年底 蔡英文上台半年 開始就要惡搞的一個東西 他在二粒要撤手 民進黨完全亂搞 資方的不聽 勞方的不聽 本來講好的 實質週休二日 你必須讓所有 勞工制度要去健全化 包括薪資 包括休假 包括大家怎麼兼職 在法律上要有一定的修改 去保護勞工 健全勞工的生活 讓大家不要只是求生存 而是可以過生活 要的就這麼謙卑 結果民進黨完全做不到 他們跑去弄了一堆 灌勞版的政策 讓你不用給員工實質加薪 你也可以給 用大量的聘僱制 來取代真正的勞基法的 整個雇傭關係 這是很糟糕的東西 在民進黨手上 過了多少這種 莫名其妙的爛法案 然後好笑 最好笑的來了 我最關心的黃國昌委員 時代力量 為什麼說他作為一個側翼 是非常稱職的 在二立架所有在野黨 要求總統去兌現他的競選 承諾的時候 時代力量的 國運昌龍黨的黃國昌 跳出來提出一個很怪的東西 趙欣應該還記得 叫一立一架 有印象 一立一架跟一立一休 有什麼關係 黃國昌說不出來 有什麼不一樣說不出來 那你為什麼提這個東西 就開始哭 對不對 就把臉跟眼睛戳得很紅 但沒有眼淚 然後旁邊洪志勇也跟著 不曉得幹什麼 反正這個黨非常的厲害 反正就是說 繫紙引力一戰成名 在那之後 你就知道說整個 他們撤退二立 然後去騙這些勞方資方 然後讓大家無所自從 你這個濫法令 讓大家現在兼職也不是 加班也不是 也不用補充真正的勞方 因為你可以用一大堆的聘僱 破壞聘僱制度之後 像現在一大堆UberEat FoodPanda等等的這種 奇奇怪怪的制度 甚至他們還要騙你說 這個勞動部要怎麼解釋 他都在騙你 因為這些臨時約進來的 就包括說 派遣制度的這些東西 他的主管機關 不是在勞動部 而在金管會 是全部都在騙人 民進黨弄了一大堆法案 讓勞工跟資方無所適從 一立一休 韓國瑜跳出來叫小舅後 這個東西要廢掉 你要嘛就真的走到二立 實質週休二日 然後去健全薪資休假 兼職的制度 而且全部要組工會 不要像現在民進黨 全部在玩假的在騙人 然後出了什麼狀況 一推二五六 還連蘇貞昌竟然 連高鐵都想推給馬英九 笑死人了 高鐵是陳水扁任內玩工的 還要在那邊騙什麼 這個爛政黨一定要下架 他的太太 他的支持出來造反 蔡英文知不知道 他到底是出來造反 還是幫蔡英文 去跟新潮流系對幹 我覺得這個事情 我是很保留的 我覺得其實蘇嘉全 他背後在做的事情 蔡英文是知道的 好 您剛剛聽到的是 立法院長蘇嘉全 他說黨主席會有大智慧 來處理什麼呢 原來就是要處理 這個黨內的卡位大戰嗎 好 所謂的這個新蘇系 新潮流加上蘇貞昌 和蘇嘉全的這個派系 現在是不是搶位子 開始要大亂鬥了嗎 來看到部分區提名的名單 蘇嘉全他就痛批說了 部分區提名的委員名單 根本就是新蘇聯 他也質問說 蘇貞昌可以 為什麼我不行呢 你看這些名單當中 其實都是所謂的 新蘇聯的人 所以中職會原本考慮說 這個要討論部分區名單的 但是結果 提名委員會開會當天 人數不足留會了 有人說其實就是因為 蘇嘉全要帶頭造反了 因為他的職兒蘇貞昌 沒有被排進 這部分區的安全名單當中 趙馨 沒有錯 這個其實新蘇聯 這個東西其來有志 從蘇貞昌在第一次做 所謂的台北縣長的時候 就大量的跟新潮流來合作 然後後來他做行政院長 阿扁之政的時候更是把 包括像林錫耀這些新潮流的藥角 如影隨行帶在身邊作為副手 所以他們講這個新蘇聯 其實在過去是非常有歷史淵源的 但是到目前為止 如果新蘇聯 它其實直接就會影響到的 就是什麼樣 就是民進黨內部 派系鬥爭的格局 可是我們這樣來看的話 他們是不是有點忘記了 你們在徵的位置 你們在徵的資源 你們在徵的國營企業 你們在徵的立法委員 是人民投票給你們 付權給你們 授權給你們 為人民發聲 不是你們的私產 不是手上的一塊肥肉 隨便你們去爭奪 所以這樣子去搶來搶去 第一個你好像以為 你自己一定聞當選 實際上真的是這樣嗎 人民對你們的質疑 你們回答了嗎 第二個是什麼 為什麼會揍成這個樣子 很簡單 因為佐引瑜之後 大家都會去想要延續 自己的派系影響力 因為這個樣子的話 是不是小英第一個會被當選不知道 萬一小英沒當選的話 那我要怎麼樣 在在野的時期 繼續延續我的政治影響力 向行政部門施壓 去安插我的人事 讓更多的吳英寧 就算我沒執政 也能夠在裡面 扭轉乾坤 當然要都當選幾席立委 所以大家在爭權奪利 可是民眾看起來 就非常不認同 那麼蘇嘉全其實講得好 我是不知道說 這個我們講說卓翁太主席 有沒有大智慧去處理 但是我是看到蘇院長的大動作 動作很大 都要派人出來怎麼樣 到屏東去跟新潮流 我們講說中嘉賓委員去對選 還沒有看到民進黨的團結 也沒看到副手有沒有要出來 先看到自己人殺得刀刀劍骨 那這樣子其實也直接影響到 我們講說副手 是不是選戴親德的問題 因為就有人跳出來 包括台南的郭新良議長 因為他不是新潮流的 他就跳出來說 這個副手是不可以的 然後兩邊再開始大戰 所以怎麼樣小英還沒有當選 你們就在想小英的身後事 你真的會不會太尊重小英 我覺得這實在是有夠難看 所以現在民進黨內自己搶位子 這個搶不到 鬥不過新潮流的現在 是大動作的要來爭了嗎 我們要請教一下原知 你看聽說現在是叫做三箭齊發 為了爭取蘇正卿的 不分區的安全名單 甚至是不排除 讓他太太洪恆朱要出來選屏東的立委 甚至是最近也很讓大家發現到說 原來蘇嘉全還有另外一個人馬 是在唐榮裡面也有他的人 對 其實從這個事件我們發現 蘇嘉全其實很重視家庭的人 就是說他很重視他的太太 也很保護他的職子 為了讓他的職子 能夠進到不分區名單 甚至在會議故意留會 其實這件事情 我們節目叫庶民大頭家 我覺得所有的庶民 看到這樣的一個 大家派系分章的這樣的一個局面 真的會覺得很難過 就是說小老百姓為了生活在打拚 結果位高權重的民進黨 為了他們在分不分區的位置 結果大家在吵說 誰要進到提名委員會的委員 爭吵不休 今天白天的時候 我也有遇到一個民進黨的中職位 他還在為這個事情在解釋 他講說他們其實不是故意留會 也不是刻意造反 只是他們發現 提名名單裡面新蘇聯太多 所以他們想要釋緩則緣 所以故意不去參加那個會 讓那個會留會 他們是一種顧權大局的說法 我一聽我就覺得是是而非 你釋緩則緣就是因為 你就是不想要看到新蘇聯 掌握了不分區立委的 提名的權利 這反應就是可能新蘇聯 在民進黨黨內在分配位置 令很多人不滿 尤其像蘇貞昌 陳菊這些 蘇貞昌現在權力非常的大 像很多國營事業 包括公股航庫的董事長總監理 他說換就換 所以他的權力已經到了一個極致 包括很多過去立法委員的 區域選舉 像我的選區板橋 本來有另外一個何博文要出來選 他的民調非常高 但是蘇貞昌為了要保護 他的子弟兵張宏露 硬把何博文把它喬掉 何博文還甚至哽咽 所以你可以感覺出來 他真的是在黨內 政權力非常大 但是民進黨把不分區立委 當作派系分章 也不是只有這個不分區立委而已 包括像是政府的高官也是 但是你會分章我們沒有意見 因為政黨政治 本來就是你可以放棄的人 但是你要會治國 就像有一個現在勞動部 剛剛我們講的一例一休 勞動部部長林美珠 他是局戲的人馬 最近大家發 剛剛那個毛哥有講到 外送員之死 外送員之死 外送平台已經進來台灣 大概7年了 結果我們勞動部從來不去認定 到底外送員跟外送平台之間的 關係到底是什麼 是僱傭關係還是承攬關係 結果發生事情之後 才貿然認定說 這叫僱傭關係 好 僱傭關係就要適用勞基法 就要適用一例一休 這些年輕人 他們是為了要賺錢而打拚 所以接了很多單子 請問一下你貿然去認定 他是僱傭關係 會不會影響到 他們打拚的那種機會 所以民進黨就不會治國 每次都發生事情的時候 才去想辦法去因應 永遠都趕不上產業的變化 只是一個恐龍政府 不是 他為什麼要會治國 他會治你就好了 老百姓不要治得死死的 說得是 不過我們可以看到 所以接下來 屏東第一選區在哪裡 就是今天韓國瑜去參拜的 這個嘲諷宮 就是屏東的第一選區 我們想請教一下淑慧 這屏東第一選區 現在看起來應該 接下來會很熱鬧 因為蘇嘉全太太洪恒豬 就要去選這一區 是要對戰的是 民進黨的中嘉賓 還包括有蔣樂會議員 也要出來選 不過現在傳出說 因為民進黨自己的內亂 屏東這兩席 似乎民進黨似乎 都有可能一不小心就掉了 對 大家都在看 這個國境之難的屏東 蘇嘉人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為什麼蘇嘉全 他是管不住 他自己的太太跟他自己的侄子 還是他的太太跟他的侄子 其實跟他已經是商量好 要這麼做的 你看這樣蘇正清今天也揚言說 如果他不提名 沒有把他列為不分區 他就要不排除脫黨 所以蘇嘉全的侄子可能會脫黨 蘇嘉全的太太可能會脫黨 可是有媒體說 這個是蘇嘉全在造蔡英文的反 我不這麼認為 應該說是蘇嘉全在造卓榮太的反 或是蘇嘉全在造新潮流系的反 最後可能還是蔡英文要展現說 只有我才能喬得動要出來 因為我們要去看第一個 蔡英文跟新潮流系的關係是什麼 是好朋友 是共生關係嗎 當然不是 沒有一個King 沒有一個王希望自己的黨內 有一個勢力足以威脅自己的派系 所以蔡英文跟新潮流系的關係是什麼 民進黨跟新潮流系的關係是什麼 民進黨裡面每一個派系 都非常眼紅新潮流系 所以當柯文哲 對著新潮流系猛打的時候 大家有沒有看到民進黨的其他派系 就在旁邊等著看 然後我們再去看 蘇嘉全對新潮流系的關係是什麼 也是很不好 就是要搶位置 所以今天蘇嘉全出來造反 她的太太她的支持出來造反 蔡英文知不知道 她到底是出來造反 還是幫蔡英文去跟新潮流系對幹 我覺得這個事情我是很保留的 我覺得其實蘇嘉全她背後在做的事情 蔡英文是知道的 就是在挑戰新潮流系 所以大家看 中嘉賓她不就是新潮流系的嗎 對不對 她太太出來挑戰中嘉賓 就是在給新潮流系一個難看 那目的是什麼 你們新潮流系吐一點出來 否則的話這一些黨內的這一些 其他派系還會有紛擾不斷 可是大家去看看 台灣這幾年經濟這麼差 但我們看到民進黨 一旦總統的民調好像向樣一點 有起色一點 開始在搶位置 相較於幾個月前頭雲殘雛 大家都好像一副要報警來 然後復仇者聯盟 失敗者聯盟 可是現在一看到蔡英文 好像民調起來以後 大家搶位置搶得非常凶 這就是民進黨 其實她只考慮她自己吃得飽吃不飽 她不考慮我們人民吃得飽吃不飽的 所以韓國瑜之前就說 民進黨的愈合能力是非常強的 現在讓大家最瞠目結束的就是 是不是就連蔡賴配賴清德 都有可能會點頭答應呢 嘉賓 這個賴清德本來 你看他在3月那時候突襲蔡英文 說他要參加初選那時候 你會覺得賴的反撲好像很強 賴神來勢洶洶 可是後來走著走著 越走越遜 好像就是賴神只能在台南 糊弄一下人 然後出了台南就原形畢露 講話也講得遜遜的 然後整個戰法推不出來 然後子弟兵也慢慢倒戈 背叛等等 蔡英文逐步的收攏 又把蘇貞昌抬出來 整個賴清德就被打趴了 最後他說什麼蔡英文的網軍弄他 說什麼蔡英文的在民調作贏他 什麼之類的這種話你聽了很多 那就說他再怎麼樣 也不肯接受副手 要不然初選幹嘛 對不對 講得跟真的一樣 可是這幾個月真的好寂寞 真的沒有人理他 真的沒有分配到什麼東西 也傳出說蔡英文一度就說 那幹嘛要蔡賴佩 我又不需要他 對不對 真的 你賴清德動作這麼大 旁邊的人 想要那個位子的人也不少 陳建仁難道不想 當第二個呂秀蓮 可以當八年副總統嗎 那你賴清德 到底能貢獻什麼 所以賴清德這次跟林飛凡 到美國去 好誠懇 好勤奮 幫蔡英文講的那種話 我想蔡英文自己都半夜聽了 都可能都覺得寒寒的 他說得出口 這了不起 你就知道說賴清德 為什麼說地方風風雨雨說 他那個身段之柔軟的 當年還沒有成功之前 什麼事情都做得出來 什麼事都說得出口 這種人就是會成功的人 這真有厲害 這個男兒膝下有黃金 你跪下去才撿得到 如果是這種邏輯的話 賴清德會成功 同樣的我再補充一下 剛才大家在講新蘇聯 跟紅橫蘇家權 蘇家在評論的關係 大家太小看他們的尺度了 他們的尺度絕對 後續表演會超乎你們的想像 所以接下來還有戲可以看 不過接下來我們要來關心的就是 是不是有很多的政治訊息 跑進校園裡面了嗎 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來關心我們的考試試題 視為是什麼 沒有辦法 你忘掉了 我告訴你 禮異廉恥你一定知道 巴德是什麼 我先講另外一個議題 視為是什麼 視為是什麼 視為投入然後投散 視為投入然後投散 好 您聽到的是行政院長蘇貞昌 在立法院打巡的時候 被問到四維八德 他的答案還真是跳痛很另類 不過為什麼會談到 四維八德的問題 最主要是台中市出現了這麼一份 國文科的考卷 讓大家看傻了眼 當中這個第四個選項 第一竟然說 韓總管是個卑鄙小人 國瑜出身卑鄙 世家大族大多瞧不起他 這個是出現在台中的國文科 怎麼會有這樣的一個考卷 趙星 所以我覺得說這個東西 是非常具有針對性的 在一個學校 當初民進黨說 黨政軍要退出校園 講得那麼漂亮 風風火羊傻傻 結果自己在這種小學裡面 你發現有這樣的一個 就是非常具有針對性 非常不合格的一種說法 你怎麼可以用這種 就是隱喻式的方式 說別人卑鄙 可是當我們的委員 代表民眾在質詢院長的時候 院長的回應 卻是用一個非常細虐 你不講世維巴德是什麼 沒關係 你要針對這個問題做回答 可不可以這樣對人生攻擊 結果你回答什麼 世維有土龍頭 巴德在桃園 我不知道像毛哥 以前在媒體界這麼資深 有院長回答這麼細虐的嗎 有這種院長嗎 這種院長合格嗎 我覺得實在是非常丟臉 對台灣來講 是一件很丟臉的事件 這個像是毛哥回答的 所以毛哥你也有資格做院長 你知道嗎 院長就是一個 插顆打魂的 我就揪人性眼 我實在受不了 蘇貞昌現在正職是 蔡英文進行總部發言人 你不要忘記 真的 每天都在聽蔡英文發言 而且我剛剛補充一下 像林佳龍 他常常做一個交通部長 結果他前一陣子 不是去台中的機場 他去視察 照理說如果你是去視察的話 你作為交通部長 如果你要代名義代表 你是不是應該台中的立委 你都要通知 交通委員會的你都要通知 結果只有去了一位立委 那個人叫做宏姓立委慈庸 只有一個人跟著 就是他因為他是他主委 就跟他的去 所以這到底是一個 交通部的考察活動 還是你作為主委的競選活動 你用公家的資源 在做競選的事情 這有沒有行政中立的問題 你完全不在乎 我覺得民進黨 已經躲到這個程度的時候 人民如果還不覺醒的話 你真的你手上的權力 就一點一點的被人家吸走 他就是一個吸血蟲 要把我們的權力 完全的流失過去 所以人民一定要覺醒 這次千萬不能在民進黨 繼續去欺負人民 欺壓人民 欺騙人民 不過對於蘇貞昌那一天 不知道四維八德 四維這件事 我是很訝異 因為我覺得他起碼要知道 前面三個叫李毅蓮 他不支持這件事 我是相信是這樣子 但原來他連李毅蓮都不知道 還不只是不支持 不過我覺得這一次大理國 學校發生這樣子的事情 我覺得那個老師非常不對 學校一定要處理 不是因為他在暗諷韓國語 他即便今天如果寫的是 光頭昌是個奸詐卑鄙的小人 我都覺得是不應該的 老師的身分是什麼 老師的身分是在教育小孩子 不是讓你把你的政治傾向去灌輸 跟洗腦小孩子 這個老師已經完全私隔了 他裡面完全就是刻意的去影射 譬如說你用韓沒有關係 你為什麼要用韓總管韓總 就是在隱私 還要騙人家不知道 說沒有 我沒有想到政治 所以我覺得學校 不要去包庇這種老師 沒有家長不分藍綠 不分藍綠的家長 都不會放心把小孩子 交給這種有政治狂熱 或政治傾向 甚至會去洗腦小朋友的 我覺得蘇貞昌 或者是我們的教育部 也應該要去處理這樣的事情 因為今天有可能是韓總管 明天就會出現一個光頭昌 我們的教育真的要這樣嗎 不行 我們要正面一點去看 其實就是說 用民進黨那個邏輯就是說 他作文以後小朋友 寫我的志願 就寫說我長大以後要當蔡總統 不是總統 是蔡總統 我長大以後要當蔡總統 因為蔡總統真的好棒棒 他比蔣總統還厲害 不用宣布戒嚴 就可以讓全台灣思想戒嚴 老師就要出這種題目 去考試韓國瑜 我覺得這很好 而且我的志願 我長大要當蔡總統 好 還要來看到的是 庶民起義 今天來到了苗栗 高雄歷史哥 目前仍在現場 哈囉 歷史哥 嗨 打來這位 這也是高雄歷史哥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歷史哥 你在苗栗這邊 在現場有什麼樣的 第一手觀察 告訴我們的觀眾朋友 今天 歷史哥特別 就是受主任單位那邊邀請 然後去到現場 現場我有做一個直播 大概三四十分鐘 然後我就開始 很多人來照相 然後我就來照相 我就問他說 您是當地人嗎 那很多都說 他們就住苗栗史 附近 或者是臨近鄉 證明說三億啊 還是說頭昏那邊過來的這樣 歷史哥 就要你的瞭解 接下來庶民起義還會去哪些地方 你是不是會跟著去嗎 之後我今天聽到新竹會有辦 新竹會有辦 後面我就不太確定 但是今天新竹廠的主辦 有特別來找我說 希望我們可以到新竹 把當地的選情給炒熱 因為目前新竹這邊選情 好像是比較冷一點這樣子 所以他們希望把這股熱情給帶過去 那我今天第一所觀察 傳統都說這個客家人的鄉親比較驚 但是今天非常非常的熱情 就是大家就是超high的 就一來就哇 一直喊口號 你知道韓國瑜凍蒜 或者是這個加油啊 中華民國萬歲之類的 大家就是整個熱情都展現出來 讓我有嚇一跳 蠻驚豔的感覺這樣子 哇 真的感受到暖呼呼的明星 對不對 我們非常謝謝歷史哥 帶我們來看到在苗栗現場的一個情況 休息一下 稍後回來要來看到的是 讓國民黨開閘是不是真的很困難呢 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選戰倒數計時 但是國民黨老是被人家覺得說 是不是內部還有一些 紛紛擾擾沒有搞定嗎 好 那麼國民黨 包括黨主席 還有很多裡面的黨員都說 如果說郭台銘可以來幫忙的話 國民黨立委也還是需要 他的關心 那麼傳出的最近消息就是 本來國民黨要開除 準備要改批郭家軍戰袍 去競選三峽土城立委的李靜穎 但是現在這個開除案 似乎是突然遭到擱置了 到底怎麼一回事 家綺 我是覺得郭台銘跟吳敦義 好像高來高去 然後兩個人廣結善緣 也都不出惡言 這個狀況看起來真的是很棒棒 就是整個那種匠缸的氣味 大家都聞得撲鼻而來 非常的naturally 這個在國民黨跟 高層跟這個財團 財閥之間的整個交往 我覺得他們現在跟韓國瑜好像 我是覺得這個狀況 對韓國瑜來講 對不起 因為小滴現在不是國民黨員 我講話比較自然一點 就是對韓國瑜來講 應該是有加分的 因為韓國瑜就不用去背這個包袱了 那就是吳敦義跟郭台銘 郭董之間的事情 什麼事情 吳不懂 郭董 沒關係 兩個人合在一起 就都懂 好不好 他跟柯文哲會面的那個場合 其實他就考試了 也吃了一下柯文哲的豆腐 然後就說他也是柯粉或怎麼樣 其實我覺得這是聰明的 為什麼 他用家法在打選舉 區域立委的靈活性我是可以接受 而且我認為這個是聰明的 基隆的柯粉本來大部分 就是受不了藍營跑走的一些票 他也真的沒有辦法接受民進黨 所以他跑到了柯裡面去 但柯是在那邊沒有提名人 所以這一票想辦法要停回來 我認為宋偉力是聰明的 但是你這個高度如果拉到黨主席 對不起 我不曉得你在其他的選區 尤其在艱困選區 你自己又不敢下去 然後你人家下去之後 你又讓人家不好選 你在上面高來高去 每個人在觀風向 我們跟韓國瑜的看板 到底該不該上 那中國國民黨跟中華民國 我們之間做connection的時候 會不會又有人來見鋒插針之外 又有人來吃豆腐 那最後郭跟柯跟吳 到底是什麼關係 下面的人會瘋掉的 你最後被人家吃豆腐怎麼辦 蔡英文整個大資源壓境 像我剛剛講林佳龍 作為一個部長 下來台中這樣喜啊 他是當競選總部主委的 同樣的 這會是第一個 不會是最後一個吧 其他的部長 其他的有資源的人 全部替蔡英文掛主委 在各縣市這樣子弄你 然後你又有吳 又有郭 又有柯 大家分不清楚狀況 你國民黨的區域立委 還選得下去嗎 我跟你講最尷尬的是 假設同一個縣市 隔壁兩區的立委 有一區郭台銘董事長 沒有提名人 好 他去幫國民黨的站台 就踏到別區去 他自己有提名人 他就說不要投國民黨的立委 要投他推出的立委 那怎麼搞呢 就在兩區而已 如果剛好是前後行程的話 媒體一下要報導說 郭台銘呼籲支持國民黨立委 一下就說 郭台銘呼籲不要支持國民黨立委 選民會不會有點精神很厲害 沒有 大家選民也會瘋掉 因為媒體每天的呈現不通 選民不會瘋掉 選民會更快拖進國民黨而已 你相信我 其實我覺得這個問題是 郭正銘自己如何定位自己的問題 與其說是跟國民黨互動 譬如說跟郭柯之謙的互動 出現很大的問題 一開始如果郭董準備要選總統的話 大家會覺得說 是郭台銘自己有一個 什麼中華民國派 或者是自己有一個理念 柯文哲跟著郭台銘 但是坦白講我也有去問 當郭董他沒有要選總統的時候 大家會覺得 你是現在是跟著柯文哲 柯文哲有自己的戰略 很多的原來要支持第三勢力 或支持郭台銘的人會覺得說 我不一定認同柯文哲 我幹嘛要投給柯文哲 他覺得他的什麼 過去的兩岸一家親 他的feedback是說不夠真誠 然後是不是真的是支持 這中華民國的理念 我也不知道 變成說下面的選民彼此之間 如果沒辦法交疊的時候 郭董事長他到底跟柯文哲之間 還有跟民眾黨之間的關係 OK 會不會成為民眾黨的議員 如果成為民眾黨議員的話 那怎麼可能又跟國民黨合作 這些問題會變成是 他自己要去思考的 自我定位的問題 還有選民其實對於 國民黨的期待 跟中華民國派 對於這個國家的期待 是不是就是下架民進黨 怎麼樣達成這個目的 沒有違背自己的初衷 我覺得這才是 各個在我們講說第三勢力的 各位自己要去思考的問題 好 接下來韓國瑜 未來三天要前進台南 我們先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韓國瑜的穿雲劍 下一站要到台南 源氏 對 大概明天到後天在台南 大概有幾個特色 第一個 民進黨一直見縫插針 說立委跟韓國瑜的關係不好 明天大家就可以看到 韓國瑜跟很多立委候選 一起聯合造勢 另外到台南 除了會參拜一些當地比較知名的 信仰中心之外 還包括明天下午會有一個 與你跨世代對談的 一個青年的座談會 就跟青年直接面對面 晚上會有一個水平溫公園晚會 這是一場大造勢 蘇惠剛剛講說 聽謝龍杰說馬英九也會到 禮拜天的部分的話 同樣也在台南 也會參拜像大天后宮 聖母廟等等 同時因為大家都知道 台南是古都 也是一些觀光的重鎮 所以那一天 禮拜天我們會有 觀光政策的記者會 也會有觀光後援會 所以希望大家 如果有台南好朋友 都可以去共襄盛舉 很多地方